那你被我們在那邊的飯店做什麼要的 本來是怎樣的 被他們搞成這樣 永豐站創辦人何豐站帶媒體進飯店 來到五樓卻像是來到詐騙集團機房 心裡實在是非常非常的痛心 飯店是禁止吸煙的 全部都是煙味或者是什麼味我不知道 何豐站說原本好好的櫃台全被改 桌子放在一起 上頭擺滿電腦還有一整排手機 不只傳出煙味跟大麻味 原來這邊曾被警方攻堅 警方先前開破案記者會掃槍毒 發現毒品分裝廠就在永豐站 警方來這裡查氣 通氣飯 槍枝 犯毒 而且在飯店裡面包裝毒品 永豐站老闆控訴成租方順為公司 把電梯鎖起來五樓沒有人進得去 直到警方上門抓人人去樓空 才發現全變了樣 為了把飯店重整 何豐站韓文台中市府說要停業一年 他們沒有證照在這裡 他說你是非法的 他說你們是大便司法 對 你們是非法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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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在我們在這邊 不是先不管非法 現在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繳完了 你是不是要先退我們 這樣做好了 不只台灣旅客傻眼 韓國旅客也愣住 來住五星級飯店 碰上前後東家大廳吵架 最後只能協調去住別的地方 我們的酒店會不會到明天 一年 被指控的順為公司請律師出面回答 他們強調沒有一約付租金 是因為永豐站沒有交出 屢宿業登記證衍生的民事糾紛 創辦人何豐站說公司開了26年 想搶回經營權 恢復五星級飯店的生育